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讲这个人要改变 可是我刚才紧急放在电脑里听了一下 我觉得好就好在依然不变 变不变都不刻意的 像植物你长什么样该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知道他的这个歌听十首跟听一首一样 我觉得你的歌一气听下来是一个氛围 老实讲我这个含羞待怯的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我是不是发过给你这么一个信息 还是没有发出去 因为什么呢 他的那个最老的那个唱片 就是王飞唱红的那个传奇 其实就是他的歌你知道因为我开车到回家回石家庄 来回路上六个小时 我跟你讲就那个歌我听了我就有一千遍 就repeat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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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歌不是那个叠 我是一个特别俗气的感受 我沉浸在里边就是一种美丽的哀愁 最俗的一句话 我觉得说实在话 我觉得好像是按摩就对我的心灵有个按摩的感觉 因此我能一遍又一遍的听 但是后来呢 我看手机短新闻 我就看到最近英国科学家说啊 说我就是一种精神病 不是 就是我们造成的还是 就是会把一个一盘这个CD repeat 不停的放几十遍乃至上百遍 这个人呢是有点毛病 我怎么样治疗这个精神病的知道吧 他有一个功能 那个机器有个功能 就可以混乱的自动捣乱的 叫随机播放 对 就画着一个巴一样的那个 就是你还是听他这个叠 但是呢 他这个次序就捣过来 要不然的话 你会有个条件反射 对 下面的声音出现了 你给你割完了 你脑子里已经出现下面那个割了 你要打派 叫陌生化嘛 我们艺术要追求陌生化嘛 所以呢 又喜欢这个叠 你就把它 还有 不是现在有六个叠吗 可以一起装 六个叠一起倒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送你张我盗版 因为我前面发现 送你盗版 我都没教育盗版 三张叠 包括从在水母电话 早期的作品 到现在 将近能有七十首歌 全都放在三张盘里了 那就是听起来 我自己听到传阅 从这个二七岁的那个作品以后 一下到三六岁 那个特别有趣 那个适合你 虽然是盗版 但是你说 歌里边的那个人呢 和生活里边的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他仅仅是 我觉得是个亲友善的关系 你说的就跟我 对我这个主持人角色的认知一样 有的人呢 台上台下是一个人 有的人呢 是两个人 我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见李健这个人呢 说话挺爽的 是吧 但是呢 你听他的这个歌啊 你就老在想啊 所以为什么姚晨会有这个感觉 他觉得这个人心里 充满了爱和期待 他有一种好像 不 我是也是充满了爱和期待 我听到这个好像关键 是一个毛子的毛 我今天也都像在骂你了 他们觉得听一个作品 然后这首歌是经常会忧伤的 磨脸的 你觉得这个人也应该是不是像肖邦社的人物 对对对对对对对 恰恰我是一个东北人 还有很多粗厉的地方 还有很多粗糙的地方 所以很难划等 我觉得音乐啊 混合艺术作品 它仅仅是一个人的一面 或者是他在深美上的体现 不是生活中的体现 所以你听他那个原来那个老歌 你像王飞唱那个传奇 讲实在话 他们说王飞是天后哈 可是我听他唱他自己的原创吗 我觉得真性情 那个歌的真性情还是理贱的 不他是天上的 我是地上的 天上我比较接地气是吧 对他是他女生吧 声音高可能更空灵一些 但是你呢就更如怨如素 那歌其实是我九年前作品了 那时候我在二十多岁 非常早非常早 都是有一种什么呢 人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情节啊 好比说我心里有一个情节 是咱们当年一个特俗的一个老歌 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好姑娘啊 有地方 好像很多时候心里会被这个东西打动 希望他拿一个细细的皮鞭抽到你身上 那就变成SM了 这个歌的话 这个歌的核心句子是后面这一句 原来的歌后面有这么一句 当然了对不对 我认为他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抽到我身上 遥远的地方的向往最后是这个 细细的皮鞭 不是新加坡那个惩罚的皮鞭 所以你知道过去咱们中国这个古人就讲这个论这个话啊 就说你这个话啊有没有远意 远意 远意就是让人觉得生出很遥远很幽远的那种意境来 其实就是从现在信息论就是他信息量非常大 是吗 比如包一个作品 比如说包括巴赫 徐老师对国家音乐很了解 巴赫这些人 就他每个人听都不一样 就他给你无限的空间去想象 就他仅仅是给你搭着音乐结构 每个内部装修其实是靠你幻觉来做的 尤其是巴赫 巴赫像数学家一样 他的东西是 他可以说最简单 他又是最复杂 有人把这个无限博士反过来 倒谈 就是反着谈 也有人把这个从最后一个音往前弹 都很好听 有人做过这个事 巴赫 巴赫 对 那你说它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我个人觉得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是理性的 纯感性的音乐作品是很难听得起推敲的 你的歌也是吗 都是很理性 当时你这个冲动那一瞬间 在那个层面上应该是感性的 你有冲动 就所谓的大众叫灵感 但这把这个灵感能够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其实是靠技术 靠理性思维 一样 这红楼梦那么多人物 你不布局毛片 你没有理性 你自己都乱 红楼梦 那个像贾宝玉主人公 作家如果像贾宝玉这样 在那么多女孩身边吃口红的时候 写不出作品 他到了老了 什么都失去了 他才可以写出这么绚丽的作品 这个理论上最有名的就是 华尔华兹这个英国的一个诗人的一个说法 他说所谓诗就是在激情过去以后的这种回忆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说写作品是好像说 我半夜一下子就激动的爬下床 就拿起什么都写 这种好像灵感附体啊 什么什么 这个真正的浪漫派 西方的正就是 康德那一派的呢 觉得那种是你们自己迷惑了自己 他说实际上 他说感性后面的理性 其实音乐也是这样 因为可能只有一个人 可能莫拉特会有点例外 他可能他那个才华和智慧足够 一口气写很多 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精雕细作 你能不能用你的歌啊 我挺感兴趣 就举个例子 就一个歌啊 是怎么产生的 那比方说 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 对贝加尔湖畔嘛 这个歌 贝加尔湖畔 然后我是去的伊尔库斯克 这个城市 看的贝加尔湖畔 那贝加尔湖畔呢 我就这当然很大 就很难就不用说了 我就冲动 我没想到苏武牧阳 俄罗斯大使陪我去的 他说你没有兴趣写一首 我说没问题啊 当场呢我就写了几 就是几句 这歌的 就几个乐句 然后我就录在手机里了 哎呦这像方便了 对 录在手机里呢 我觉得这是 你最先想的 你写的是曲调 对 旋律 你最先想的 因为我过去听一种说法 说叫你们这个 交响乐里边有动机这个词 动机 这最先是一个乐句 对 其实就是个主题动机 嗯 你能觉得你最先想的第一句是什么旋律 就开始那个 到后面怎么唱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么 就是说你在贝加尔胡 就是俄罗斯 因为我在贝加尔胡嘛 他说我说我就 我说我可以用 你们俄罗斯音乐写一首歌 但这个歌可能跟俄罗斯的生活没关系 我用贝加尔胡做一个背景 呃 所有的配器是俄罗斯式的 因为我本来就哈尔滨章很喜欢俄罗斯那套音乐 然后就把这就录下 录换之后 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去 啊 回了之后 隔了能有很久时间 我再听这段旋律 我觉得 他能不能用 是不是 是不是好胚子 是不是可用之材 因为那时候判断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你当时一写完之后 你什么都觉得好 嗯 因为你新鲜嘛 对 放一放 对放一放 我觉得还不错 直接拿吉他就弹 然后又写歌词 也经历了两三个月 哦 你看他是这么产生的 先有曲 然后自己再写词上去 然后再考虑到编曲 配器的部分 但是以前的都是用钢琴 你是吉他都可以 钢琴其实都可以 有的肢体它是个钢琴 我也有跟钢琴来写的东西 嗯 换句话说 作曲家基本上都会弹钢琴 是不是这样 基本 作曲家最始末得 最起码在熟练掌握一门乐器 哪怕是口琴呢 口琴 哈哈哈哈 咱们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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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